來到這個股市的一個部分 剛剛明明也有提到 很多人還是靠這個股市來獲利的 台湖在創新高之後 現在是在高檔震盪 在今天小漲28點 來到18635 不過請教風路 這個成交量 感覺上在開紅盤之後 量一直在萎縮 那麼在創高之後成交量萎縮 是不是代表目前市場追加的意願 其實滿薄弱的 沒有錯 畢竟開盤就漲了500多點 快600點 然後你看到了外資拚命大買台積電 然後買一些 重業型的全市股 把指數推升太高 指數推升那麼高 接下來它當然就是 量沒辦法跟上 指數沒辦法繼續攻 但是其實在上跪市場 其實表現還是活潑的 上跪還是創高 所以多頭格局沒有變 但就指數來講的話 剛剛斐玉講到 這個量是一路的往下墜 沒有量指數就難以推升 而且這麼大一個缺口 對照 造成這個缺口的 最大的原因是誰 是台積電 台積電其實在這裡 又出現了一個最新的梗圖 叫709新兵 對不對 過去是688老兵 現在是709新兵 結果當天開紅盤之後 最高709到今天最低點 已經來到多少 674塊 少了30多塊 其實對照指數 大概少300點 但指數有沒有跌 沒有 其他人把它撐起來 金融有佔了一部分 還有就是傳產相關 比較位階低的 你再來看整個盤面上 氣氛好像今天沒有這麼好 今天指數其實還是收紅 但氣氛沒有很好 為什麼 你看像四星K1 行中開紅盤衝到四千多塊 四千四百多 隔天外資還大推他的目標 就到四千八百八 結果兩天回來 是不是因為美超維 在上個禮拜五 在美股當中中中挫 中挫兩成的幅度 其實美超維的部分 可能就是我們下一部分 才來講 為什麼 因為你先看到的是 這個是大型重要 一個是權王 一個是股王 其實他們的高點都是在哪裡 上禮拜四 所以你要留意這一點 要講到美超 先看一下偉創 偉創其實有沒有過高 沒有 這一次AI大多數都創新高 他沒有過高 來到這個缺口 前方的套套區 就沒有辦法過去 股價又下來 跟他有同病相連的是廣大 也沒有創新高 所以AI族權的話 現在要先落袋危案嗎 我認為應該是 逢高都要先做獲利調節 因為你看不管是有IP概念的 四星KoI 他其實在禮拜四就創高 跟美超維一樣是做Server的 偉創他其實也沒有創新高 好 廣達也沒有創新高 而且偉創和廣達 他們的營收都是什麼 連續衰退 他有拿到GPU 偉創和廣達還沒拿到 他都已經先拉回來了 偉創和廣達上去的空間 會相當比較小 但是回到這裡 你也不用太悲觀 因為其實他把這個整個缺口 做了一個回補對不對 往下的空間相對有限 如果他能夠回來缺口 補這個缺口 還是要買 還是要買 因為未來會不會拿到GPU 會買 所以只是說上半週 在輝達公佈財報之前 你先做宏高護力調節 財報之後再來看輝達有沒有大漲 讓帶動市場 如果沒有大漲 那就多等一點時間 讓他們回測到季限支撐 再來買 畢竟今年你怎麼看 AI的成長 整體成長數 還是非常非常高的 台股在現在高檔震盪又亮縮的情況之下 哪一個族群是比較安全的 上禮拜五其實有一些族群開始轉強 有創高的話會比較好 爆發力比較強 我先幫大家整理一個是 第一個族群是在水資源部分 好 水力署其實在台灣本島 它設立8座玉萬噸級的海水淡化廠 包括有桃園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跟高雄 這個全部完成可以增加85萬噸的 水可以運用 請大家留意 過去大家講到水資源 只有想到一檔股票叫國同 因為它確實有營收 政府要投入這麼多的水資源營算 有3600億 它在手訂單號129億 而且它原因說漂不漂亮 漂亮4.49億 年增78% 所以股價其實這一波 一路的往上創高 其實它是在創近年來 好幾年的新高 真的有賺錢 可是跟它一樣 會去競標這次二月底 要公佈的這個 海水淡化廠的標案 有另外一家 大家覺得這兩家是最有可能得到的 那目前來看 它得到的機會比較高 因為它才剛剛拿下了 高雄男子再生水廠的BOD 山林水 山林水它有80億 這家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 那就是現在我講的 大型全職 大家比較知名的 大概股價都漲一大段了 所以現在資金就來到這種 比較沒有這麼讓市場熟悉 那價格又比較便宜 它才30多塊 那你看今天 國統繼續往創高對不對 創高拉的流上一線 可是你看誰 水資源的山林水 它是怎麼樣 直接創波段高點 那它的營收其實也不錯 雲圓營收也開始年增 那它的母公司是誰 利期 利期更便宜是10塊 只有10塊 那集團都有 而且它營建股的營收 其實在原業都已經開始回溫了 年增有119% 10塊 那重點是它每年都配息 連續16年都配息 那以它去年前三季賺三毛錢 第四季再往上增加一點 是有不錯的一個獲利 那配息也很穩定 另外一個就是上禮拜 外資全面調高的自行車 然後它調高 庫存已經結束了 高階庫存已經結束 現在要回溫 還有奧運題材 所以自行車族群現在也可以留意 我覺得可以 可是這其中一面 它主要提到商場公司 叫桂萌 美麗大跟巨大 優於大盤 優於大盤 那桂萌是買進 可是你看他們的合理股價 如果用美麗大跟巨大 一個200 一個210 基本上都到了 一天就到了 一天就到了 都已經來到這個價位 那我把它做一個比較的話 還有一個拓凱 因為它比重沒有這麼高 它做碳纖維 股價感覺好像還沒有動 股價還沒有動太多 重點是它去年前三季 還加業外就有12.99元 那股價對照美麗大 去年前三季賺不到7塊 巨大賺不到8塊 這兩個都200塊以上 那它去年前三季就12.99 那今年說大概營收 可以成長10個percent 那我會認為說 它可能比較具備 有更高股息的概念 因為接下來大家要去留意 高值率率的提產 去年拓凱配11塊 美麗大大概配7塊 巨大大概配7塊8 拓凱的價格又最便宜 我覺得法人未來可能會思考說 我要去買高值息 高股息的股票的話 那像這整個族群 既然外資都看好 那大概往下空間有限 但是你要讓它有爆發力 再漲多一點 超值有殖利率保護的 我覺得4536拓凱 倒是可以留意 今天電子股息火 那麼資金輪動又來到 是生技股 要請教封路 生技股新春真的是 喜事接續上映 17家公司都有傳來好消息 確實沒有錯 我第一季 先看起來好多公司 尤其生技公司 新藥公司 都有在往上大漲 包括說像預展新藥 這個新藥才1月24號掛牌 到今天為止漲得快要一倍 確實資金有在這邊做移動 併購什麼的好消息很多 沒有錯 再加上說整個資金 從電子過熱了 它回過來 到處都有雨露均沾 所以他們位階又股本 又是比較小 很容易做操控 我首先先跟大家講 這檔個股 這個是陳業一 它算是一個非常穩定 獲利一間公司 去年還有國防部的標案 它今年最重要一個消息是 它有投資一個10億 而且已經規劃5年 叫福造廟郡失業的工廠 已經給核能安全委員會 茶廠通過 這個又要開始接滅郡訂單 這個訂單厲害在哪裡 這個產品它是從現階段 它先做農產品跟食產 未來它會做到半導體 晶圓還有相關零組件的滅郡 這個年業績可以超越50億 未來長線 那它股價其實今天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直接跳空 跳空高高之後挑戰季線反壓 這是一大的套牢區 就在這個區間 所以第一次底部儲量 站上季線 未來有壓回接近季線 都是布局點 因為它去年的獲利 大概是三塊錢 比前年多兩塊 那它的營收大概38億 可是你看光是這個新的 這個浮躁滅菌的相應 未來每年可以貢獻50億 所以這個成長性非常強 再來就是要營收非常好 醫院營收也不錯的 這是科研 它最重要 其實它有四個產品 像皮下 填充劑 關節腔注射劑 還有就是相關的 衛福部合發第三類的衣材 還有就像凝膠型的 凡沾年的這個新的產品 那它股價有整理很長一段時間 整理非常久